… 慢小怕珠 熔熔姐姐 奇怪 人呢 大家 policy 我是呼帕呼 呼帕呼 你嚇我一跳 啊 哎呦 vid叫 呼帕呼 你也太膽小了吧 什么胆小 我是忽怕忽 我什麼都不怕 是你突然在我後面突現 嚇我一跳 你先不要生氣 要不然我來說個故事給你聽好了 說故事 你要說什麼故事 這個故事你一定會喜歡 是嗎 我對故事可是很挑的 這個故事叫做大膽的老婆婆 老婆婆 又帥又酷 我怎麼會聽一個老婆婆的故事 我應該要聽 你先不要生氣 我跟你說這故事跟一般的故事不一樣 聽了你就知道了 真的不一樣 好 那你快說 來 沒問題 那現在一起來跨租了 大膽的老婆婆 很久很久以前 等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個村莊裡住著一個老婆婆 大家看 這個村莊裡面只有一個老婆婆 喵 這個村莊裡面有一個老婆婆和一隻貓 一隻黑色的貓 還有 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聲音 這個老婆婆認真的在包水餃 一顆水餃圓又圓 像個黃金大元寶 好 老婆婆專心地包著水餃 兩顆水餃剛做好 成雙成對恰恰好 三顆水餃不嫌少 排隊下鍋最輕巧 四顆水餃像錢包 福氣滿滿天天好 五顆水餃 正當老婆婆包到第五顆水餃的時候 什麼聲音 哇 出現了一個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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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雙大腳 嗚 貓咪安靜地看著 老婆婆沒有發現 專心地繼續包著水餃 五顆水餃堆高高 今年好運通通到 出現了 出現了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四隻腳 貓咪一樣安靜地看著 老婆婆也看到了這四隻腳 但她依然繼續的 專心地 不害怕地繼續包水餃 真是大膽的老婆婆 六顆水餃數字好 六六大順沒煩惱 哇 喵 這時候出現了一條 好大的 巨大的 超大的 尾巴 尾巴把貓咪都掃走了 但老婆婆依然繼續的 專心地 不害怕地繼續包水餃 真是大膽的老婆婆 桌子倒了 桌子上的東西通通掉到了地上 桌子上方出現了一個 大大的 圓圓的 肥肥的 呃 是 呃 這個聲音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這個時候 從窗戶外面 彷彿是做著溜滑梯一樣 咻的進來了 出現了 出現了 一條好長好長 好長好長的脖子 喵 貓咪趴在這個粉紅色的身體上 老婆婆人呢 不知道 只看到老婆婆包的水餃掉到了地上 掉了一二 三四 五六 七 八 八顆水餃包飽飽 八方來才 才運到 天啊 都到了這個時候 老婆婆居然繼續的 專心的 不害怕的繼續包水餃 真是大膽的老婆婆 就在這個聲音 這個剛剛就有的聲音 這個越來越大聲的聲音 它是誰 是誰 誰 是個大怪獸 怪獸 貓咪豎起了尾巴 對著怪獸吼著 老婆婆呢 老婆婆呢 九顆水餃捏到好 九九同心做得到 天啊 都到了這個時候 老婆婆居然繼續的 專心的 不害怕的繼續包水餃 真是大膽的老婆婆 唉 包完了 在老婆婆的努力下 水餃終於包好了 老婆婆對怪獸說 怪獸怪獸 你的腳為什麼那麼的大呢 為了 站穩 為了站穩 為了站穩 怪獸出現了 老婆婆居然一點都不害怕 還對怪獸提問 真是大膽的老婆婆 怪獸 怪獸 你的尾巴為什麼那麼的長呢 為了腰擺 為了腰擺啊 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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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體 為什麼那麼的大呢 怪獸 害羞的說不出話 你看 你們看 在跟怪獸說話的時候 還不忘記餃子 真是大膽的老婆婆 怪獸 怪獸 你的嘴巴 為什麼那麼的大呢 怪獸第一次看到有人不怕他 他越來越生氣 氣得鼻孔冒煙 為了噴火 為了噴火 怪獸噴出了熊熊大火 喵 貓咪嚇到都炸了毛 但老婆婆 她微笑著 微笑著 把餃子放到了鍋子裡 放到了怪獸噴的火焰上 真是大膽的老婆婆 咕嚕咕嚕咕嚕 老婆婆說 哈哈 水餃煮好了 啊 當怪獸還沒反應過來 這個時候傳來叮咚 叮咚 許多的客人都來了 怪獸大吃一驚 正當他要再度 惡作劇的時候 老婆婆對客人說 還好有他的幫忙 所以我的水餃 才可以這麼快就煮好了 客人聽到七嘴八舌的說 哎呀謝謝你喔 真是謝謝你 怪獸第一次對大家感謝 他心裡 心裡暖暖的 暖暖的 心裡快樂著 快樂著 怪獸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好啦來吃水餃吧 吃水餃吧 大家都圍繞著 圍繞著 圍繞在桌邊坐著 大家紛紛的說著祝福彼此的話 新年快樂 老婆婆也說 新年快樂 這個時候大家看向怪獸 怪獸也害羞的對大家說 新年快樂 大家吃著熱騰騰的水餃 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 貓咪也開心的喵喵叫 喵 大家吃著熱騰騰的水餃 覺得暖暖的 快樂著 真是快樂的年節 乾脆 謝謝再見 客人紛紛離開老婆婆的家 怪獸也準備從窗戶離開 貓咪叫了一聲 喵 怪獸微笑著回頭 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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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和怪獸對視著 怪獸轉身離開 飛向天空 突然留下一句話 明年我會再回來的 聽到聲音的人們打開窗子 對著怪獸揮揮手 再見啦 再見 大家都露出了快樂的笑容 這個夜晚如此美好 一切都要謝謝那個 大膽的老婆婆 喜歡喜歡 這個老婆婆好酷喔 對吧 這個怪獸啊 老婆婆一點都不害怕他 而且還跟他變成了好朋友喔 原來也可以用笑容去融化怪獸啊 所以我就說 這個故事很適合你吧 謝謝 融融姐姐的故事 不客氣 我們也要謝謝 提供給我們 這麼好聽故事的 小熊出版社 謝謝你們 不過聽完故事突然好想吃水餃 那我要去吃水餃囉 對啊 我的肚子也餓了 我也要去 你要做故事的結尾啦 再見 等我一下 如果喜歡今天的故事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對對對 下次見下次見 拜拜 啊等等我 我也要去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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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 5 6 6 8